从巴西里约热内炉的集装箱码头出发 预计两周之后 我身后这艘执行首航任务的货轮 新南通号 就会将南美国家的货物运抵欧洲 新航线的开通 将为南美多国开展全球贸易 提供更经济和便捷的渠道 执行航线首航任务的新南通号货轮 计划装载约3000个集装箱 重点覆盖巴西 乌拉圭 阿根廷等南美国家 货物运抵英国 德国 荷兰 比利时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消费市场 促进欧洲和南美地区经贸往来 巴西里约州政府对于航线的开通 表示极大欢迎 巴西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表示 通过中企新增的欧洲南美东航线 提高了公司与欧洲进行贸易的便捷性 也减少了运输成本 然后我们非常感兴趣 现在我们有这新线来到欧洲 因为 65%的咖啡 我们移动到 Brazil是到欧洲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咖啡商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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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商业